你能送你生日礼物到位了吗 你祝我生日快乐是不是有生日礼物呀 世间所有美好你只要跟我说我都会送给你 但前提不能超过300块钱 没有 骗子 跟他喊的话 什么意思 礼物呢刘宇年 忽悠人呢 下次遇到你我得要double 我要600块钱的皮肤 算你最参加的 那送你直播设备呢 要不这样说 今年生日礼物我就送你一套直播设备 你明年生日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用我的设备 对我都忘了 他那直播那光打的多好看呀人 专业 你要不要说就是那个他不送你 不送我这个刘宇宁不送 刘宇宁不送牛 刘宇宁 对不起打扰了 刘宇宁言而无信送你 打在公平唱 那大家都看了他说你刚刚刚已经拍戏 就口音乐我要拜跑片 真的 但是他拍戏的时候台词说的 不像东北人 一下戏啊就东北乡就出来了 直播 怎么这么多事呢 但我俩事都不多 他说我事不多特别好 我觉得他事也不多 特别好相处 这个我诚意 他夸你说你是爱意见的极少见很火 但还不事的人 龚俊呢是我极为少见 就很火的人还不事的 你俩浑化叫什么 是的 他也是我遇见的极少见的 人长得帅 唱歌又好听 演技也好 还不事的 银 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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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银儿 就是除了设备 设备呢赶紧的 我要你同款 明年生日 明年不一定是直播 如果是直播 我就把你的设备录出了 不是你的设备 你就是掩耳无心 我就拭目以待 要知道他调的什么唱歌技巧 没有 他说我唱歌好听 演工具老师本身就会唱的 我也就虚心接受了吧 你都知道我好听 那他比年年大 你为什么反而叫小刘啊 啊 小刘不是真称吗 真称啊 把别人叫小啊 年纪较小难道不开心吗 难道要叫老刘 他说的啊 抖晕 你怎么回事